羅蘭 蕭雲 張文貴 哈囉大家好 哇 對這個 一芬 這一次看到了這個很感動 因為剛剛看到這樣的畫面 其實任何人心裡面都會有 完全就是被touched 那這是妳第一次擔任 俄福聯盟的愛心大使 那麼在這個過程當中 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妳的感覺 我覺得這次非常的榮幸 可以擔任這個愛心大使 愛心大使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 自己在幫助這些小孩的時候 其實得到快樂真的很大 因為每個人都有小時候 每個人都像剛剛影片說的 會去羨慕 那其實孩子們 因為我也是一個蠻獨立的人 所以看他們小時候 就這麼小就開始獨立的時候 會心疼 對 所以覺得自己長大之後 有一些能力 然後可以去幫助這些小朋友 我覺得真的是非常值得 而且是很大的幸福 所以剛剛其實看到這個影片 會覺得很感動 但是當然覺得剛剛之前 在開始之前也跟玉芬聊了 就說對 因為玉芬也很年輕 離小時候也很近啦 距離小時候還不遠 所以印象應該還蠻深的 應該印象還蠻深的喔 就是小時候的暑假 大概都在做些什麼活動 小時候暑假就是放假嘛 其實都那時候還沒有能力 這麼獨立可以計劃自己暑假 該做什麼 所以其實就跟著爸爸媽媽一起 媽媽去哪裡吃東西喝東西 然後去兒童樂園玩 然後去海邊 就是一些休閒活動都會跟著媽媽 當然也會在家裡打電動 消磨時間 對啊 暑假其實是一個真的 對小孩來說非常重要的回憶 對 所以聽起來也是快樂的童年暑假 但是就像剛剛我們在 水家客表的影片裡面看到 其實不同的家庭 若是家庭的孩子 他們的暑假可能跟我們所想像的 或是我們自己所經歷的 是完全不一樣的 像是我們在旁邊 大家看到我們做了一個表格 上面就是大概對照了一下 一般孩子在暑假的時候 他們每天早上中午下午到晚上的安排 那麼但是若是家庭的小朋友 可能就是完全不一樣了 待會每天朋友如果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來拍攝一下這張板子 那麼當然看到這樣的一個影片 看到這麼多弱勢家庭孩子 他們可能需要我們在長假的期間的資助 那到底身外安心大使 可不可以告訴大家 我們可以用什麼樣的方式 會很難嗎 我們要怎麼幫助他們 其實真的很容易 而且真的只要盡自己小小的力量 找500塊就可以認購孩子 暑假的便當 可以讓他們不挨餓 三餐溫飽 那1000塊就可以幫助他們 可以去學習 可以讓他們在暑假期間 能夠獲得更多的關懷 還有學習 可以讓他們快樂的過暑假 對 所以其實 我們的愛心大使 玉芬也特別提到了很重要的一點 500塊其實是讓他們吃得飽 但是1000塊就可以讓他們在暑假期間 快樂學習是不中斷的 那麼在兒福聯盟所辦的這個 長假的營養資助計畫裡面 除了讓大家吃得飽之外 這個營隊有各式各樣非常多 包括有學習的 有運動 有才藝 連家世烹飪課都有 所以今天在現場 我們明里國小的幾位小朋友 除了剛剛一開始 要帶給大家太鼓表演之外 也要現場跟我們的 愛心大使 玉芬 一起秀一首 告訴大家怎麼樣可以簡單的自己做一些食物 對不對 所以我們今天請兩位小朋友上台好不好